好 我們特搜帶你來看到這中華郵政的郵票 選擇故宮博物院點藏文物作為藍圖 其實已經超過半世紀的歷史 其實早期的這古畫票炙手可熱 民國51年這發行的帝王圖 當初面額是10元 不過現在呢 價格翻漲了1300倍 罕價到了13000元 攤看結郵冊 這些郵票已經有超過半世紀的歷史 價值不菲 目前市面上最搶手的古畫郵票 就是這組民國51年發行 以唐太宗 宋太祖 元氏祖 明太祖 為郵票藍本的帝王圖 當年發行面額才10塊 如今價格翻漲1300倍 市面喊價到13000元 它圖案 設計上都非常的鮮明 大陸人也特別喜歡這套郵票 它市面上的發行 原來發行量也不多 才50萬套 發行當天早上就已經賣完了 而帝王圖郵票的實際首日風 因為有當年的郵戳 價格上看3萬多元 如果再加上原圖卡 這樣一組總價就要5萬元 最少只有六七成的這些古畫 或者早期的古物票已經流到大陸去了 如果等到下半年開放自由行的時候 這些郵票的可能更缺貨 它價錢可能會更好 像這套1960年的寒干木碼圖 是最早故宮文物和郵票的結合 而古物類的前18寶郵票組 要價也要上萬元 台灣早年發行的郵票炙手可熱 甚至已經成了大陸收藏家的最愛 還有專門的大陸市貨人士來台收購 就是看上以後漲價的商機 中天新聞林東民王一傑 台北採訪報導